大家好 升旗以得道 今天是3月16日 星期一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很久沒叫 因為大家訂閱的增長賣了很多 所以大家記得 因為你太久不說的人真的忘記了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每條影片 每條影片按like 有廣告幫忙看一下廣告 點擊一下 在Facebook share 我們會就快 開一個Page 還有Patreon 我們也在積極考慮的 因為很多海外網友 尤其是美加那邊 經常跟我們說 我們想支持你們 但是怎樣支持呢 因為他們原來去找那些匯款公司 要收成 十幾二十美元 我給200元月費 又給100多元那些匯款 沒甚麼理由 我們也知道不是那麼好 我們也 希望會有一個 比較節衷的方法 希望美加那邊的朋友 當我們開了的時候就去訂閱 Patreon 另外的朋友就繼續看YouTube就可以了 你又訂了那邊 又看YouTube 當然我們有很多朋友 他又付費 又幫我看廣告 再幫我們推出帖子 是這樣的 好 六部曲講完了 回來正題 那兩天假期 其實這兩天 講得很多的就是 星期六日的一些街站 很多朋友都說 我們有很多群組也有說 那些網友 發現有人派口罩 那裏 那裏就是一個街站 還有派酒精錯手疫 那裏就是一個 支持23條立法的街站 很久沒有見過這個 顏色鮮艷的Banner的街站 其實我們也留意到建制派的那個 宣傳工作 文宣方面 停滯了很久 他們停滯了很多個月 民建聯街站 簽名叫人反暴力 被包圍到要收皮之後 建制派放街站很久沒有見過 他們這次 發起人就是一個 何君堯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 何君堯就是721孔集的 發動者 但是 這次他搞這個23條 我們從這個 當中發現了 有些蛛絲馬跡 從最表面那一層開始說 當然啦 最表面那一層 大家看到23條立法又來了 惡法重臨啊 建制派這次要 硬推23條 我們一定要反抗 坦白說 最表面那一層 不是說你的看法是錯的 這個是最表面那一層 當然啦 如果他們建制派說要推23條 立法 當然我們 香港人會反對 也會盡力反抗 這是沒有懸念的 這是大家不用猶豫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到底現在這個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建制派 或者我們叫做 西環 甚至乎 北京的一個意思 要去發動一個23條立法的工程 用來對付香港呢 這條問題就沒有問錯了 這條問題就問得對 如果你要回答那條問題 你就要想一想這個問題 到底現在的推手 去推這件事的是甚麼人 一股甚麼勢力 這股勢力代表了哪些人 代不代表了 剛才說的那一堆人呢 其實答案呢 是很明顯的 大家看到 何君堯身邊的是甚麼人 大波man 他這個孔雜拍檔 當時發動721的孔雜拍檔 這個呢 他還有一些警察的 光頭鋼警長 有兩個姓鄧的人士 鄉黑 一個叫南紅鎮 跟何君堯一起 火拍著他 開這個記招 南紅鎮是前文正事務局局長 這條交頭就以前也是法官來的 他的名字真的是對的 這條陷家領 我們看到何君堯身邊的人 就是那麼多 我們見不到這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中型 見不到那些 左派有力量 建制派有力量的人站在他身邊 大家要想一下 他身邊的是甚麼人 會不會靠一個 何君堯推得到23條立法 是不是 老實說 現在 全個香港的建制派 好像只有他一個在為23條 賣力 南紅鎮也好像 深水清一點 你會發現也是一個很過氣的人品 過氣也很厲害了 其實他年紀也差不多了 其實很久沒有見過他 在官場 或者這個政界那裏走出來 很久沒有見過他 沒錯 這個人真的很過氣 他做官也是說十幾二十年前的事 變了 一些叫做舊電池 又不甘寂寞 他這個陣容 說真的 我立即想起 就是 葉劉淑儀 出來競選的時候 他那個班底 如果你說 以老一輩的人來計算的話 他那個班底就好像看起來不弱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近年的政治 你就知道 他叫得動的那堆人 全部過氣 全部已經是完全 outday了的人 何君堯忽然間 火柏姓鄧 那兩個不算 火柏南紅鎮其實是看到 一個相同的情況 南紅鎮 如果不是我們說的話 其實也沒有人看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的 這個阿伯 這個阿伯做甚麼 不知道 誰知道 只知道他的名字也代表他人是藍刀真 這條狠樣呢 他叫得動的人 全部都是一些過氣的人 可想而知 其實他現在在搞這件事 究竟有沒有得到中聯辦的認同呢 答案 是沒有的 老實說 以往 23條的時候 或者是土共 建制派推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排排站出來 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召開一些會議 開記者招待會 一排十幾二十個槍斃的 全部都站在那裏 然後各大那些左寶就開行機器 去說 這次 其實 左寶也有提一下 一篇新聞來講 但是 真正的你看到整個建制派 基本上 是沒有人 站出來幫他站台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說出來幫他站台 或者是 支持 很流行的 如果他們定調那些 首先你一定看到李慧琼 站在中間 跟你說話 這個你想也不要想 一個民建聯的成員 都沒有 是的 你可想而知 他成事的機會有多高 以及 他究竟得不得到中聯辦的支持呢 完全是沒有的 那麼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我們要Find out 知道他是流行者來的 熟悉 聽我們這個節目的朋友 其實也會知道 建制派從來都不是一塊 不競爭的團體 他本身的內鬥 比你們所謂的民主派 其實是激烈十倍的 沒錯 那麼 他這個情況 另一個立即想起的 不是葉劉 另一個立即想起的 就是周庸 周庸這個反 反佔中 真的要想一想 反佔中 的那個遊行 他曾經 一時間成為這個建制派的大台 當時就是引來 很多建制派眼紅 眼紅 反對有大台 民建聯才是唯一的大台 如果你是大台 那麼我就沒有大台 沒錯 變成有人出來拆大台 出來打糕他 扯他的咪 但是問題出來了 你是大台 那麼我是甚麼 世台 沒錯 民建聯 說真的 剛才 我們一定要說清楚 你任何東西沒有民建聯 參與的東西 基本上那件事就不是左派的共識 是個別人事 有個別的行為 但是 除了民建聯 還有工聯會 自由黨 自由黨不算是你當他伴仗 或者隨時開出賣的 中央人 還有那些叫做經民聯 經民聯 他的腦傷 很何美分呢 還有那個 葉劉那個 新聞黨 就快就忘記了 新民黨 因為新民黨 新民黨 忘了 新民黨忘了黨 所以我刪掉了 葉劉啊 其實今屆立法會 是危危符的 因為今屆 據聞這個叫曾俊華出來選 曾俊華出來選 還搶救了你的位置 當大家很熱烈地討論 擔心民主派 互相借票的時候 其實你不妨看一看鏡頭的另一邊 看一看這一邊 田少爺說要組隊 你看一看建制派這一邊 其實我告訴你 很juicy 很明顯 何君堯這個行動 是一個選舉工程 也不怕直說 但這個選舉工程 他的對象 他不是小市民 他的對象是誰 是一個親戚 那個叫阿爺 但是那個阿爺不是北京的阿爺 而是香港的阿爺 就是誰 我們覺得何君堯對於這個香港的民情 他已經完全是outday了 他 是不是可以sell到現在的中聯辦 去endorse他呢 我們覺得自從他玩完721 他曬掉之後呢 他曬掉的就不是那些人 他是他的政治生命 他曬掉了 而他那次 贏還是輸 大家看得很清楚 這件事呢 即使你是得到警察的包庇 但是你再不可以上大台 因為 你一個叫做骯髒難拍的人 老實說共產黨 用完就要扔掉了 他只是尿污 他只是一塊破布 一塊地布 現在是一塊地布 把那些髒東西都扔掉了 還要把你洗乾淨 不行的 真的是他就是那塊 抹屎布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呢 其實你看到駱惠寧 來香港 其實他做了幾個動作 他們看回傳統 建制派 其實駱惠寧 嫌臭 你看他 不是很願意跟這群建制派在一起 以前的中聯辦主任就很喜歡去見那些 跟民建聯、工聯會一起站出來的 駱惠寧極少 其實從往之文年代開始 他們已經很抗拒 跟你們那群土共站在一起 其實這個 反映到中央 為什麼 為什麼之前會有 建制派斷線 導致 林鄭那群的友仔 也不知道 上面想怎樣 其實就是來自習近平 那個原因 他們刻意跟你那群土共斷線 因為他們太 賣相太肉酸 太醜樣了 現在呢 其實中聯辦最近 我們摸回來的那條路 他們希望是想換一批比較 見得下人的樣子的人 其實他們想換一些比較年青力狀 中聯辦正在發的那個夢 跟警務處發的那個夢 他還很想要回那個形象 當然啦 中聯辦成功機會一定高過警察 這個可以預告定 他們起碼沒有下手打人 當然啦 那你猜到就很難的 即使叫無線 拍到多少機場特警 什麼東西沒有人看 警察是負責做dirty job 背後扯線的人當然是沒有你那麼欲酸的 現在中聯辦 最近捧了一兩個人出來 他們覺得他的樣子比較賣相 比較好 例如 這個 陳 陳海恩 例如鄭詠遜 陳健康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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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誰在急 誰在急 鄭詠遜我馬上想起藍絲與狗的內進 因為那件事是飛撲出來做選舉工程的 他好像怕死無意提打 他就是藍絲與狗的其他一隻 你看看這兩個人 你會反襯現在現省的人 就會覺得 一個 叫做梁美芬 另一個就是何君堯 因為他們現在的樣子是最肉酸最醜的 而且那個形象是最差的 君堯與鼠 君堯與鼠就不得選舉 不得連任 不得參選 參選也不能參選 如果中聯辦跟你說一句 NO NO 你就不得玩了 他到時就會 炸戒意 他現在在爭取那個入場門檻 那個endorsement 他希望 他希望人家開恩 他做很多事情出來 為黨國 他現在做的事根本就是擺在上桌 何君堯這件事你可以再看得到 中共 中央各方面 對他那個理解的不同 何君堯大家都記得 他是一塊保育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 環球時報 香港不配有的 這是一塊保育 根據環球時報的說法 為甚麼一塊國家級 認為他是國家的保育 新界西的 為甚麼會搞到要出來 拘捕他呢 如果一塊保育就不應該擺在新界西 應該擺在武漢市 震治的病毒 這塊保育應該是選人大 或者選政協 應該是這樣 為甚麼 為甚麼你要走來欠一個 不肖子香港這個地方的一個 小小的立法會的一個議席呢 如果以國家的角度來說 這些完全是 不配得上去的東西 垃圾 香港就是垃圾 一塊保育就叫明珠暗頭 有沒有理由去新界西 起碼要去武漢 他要選就選特首啦 為甚麼要選新界西的一個立法會小小的立法會議員 小議員是不是有甚麼用呢 對於你來說 沒有用 這件事很荒謬 中聯辦 其實對這件事是癡之以鼻的 我們收回來的訊息 我想不用收到也能看到 不是啊 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的 有些人不懂得看的 我們聽回來也是的 他們說要做這些事 國家有多領事需要你做這些事 23條呢 你知不知道過半數就可以了 有理跟沒有理是沒有用的 你跟鼻屎一樣 撩走也可以 不撩也可以 其實23條立法根本就不需要 何君堯先生去推動 這個23條立法只要立法會過半數就可以了 沒有甚麼難度 一些難度也沒有 所以其實 不推23條立法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票數不夠嘛 而是那個政治的啟示的問題 因為當年觸發了那麼大型規模的抗爭 現在當這個時代革命 抗爭似乎是一潭死水的時候 你還要去踏著這件事 到底你現在是幫中央解困還是製造政治炸彈呢 何先生 其實你到底是不是 泛民陣營派是不是臥底來的 如果我是中聯辦議員 這件事駱惠寧一定會這樣問 我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這個人 到底是 我們的人還是人家的人 他是人渣 沒錯 原來是人家的人 廣東話沒有發錯音 廣東話 是人家的 你到底是幫哪一邊的 這件事駱惠寧 我們在想 究竟是不是他因為當年的墳 不是 去年 去年那個墳被人掘了之後 那些 那個月被人破了風水 他現在走衰運 即是那些 祖先保不了他 那時候我看過一部電影 人皮燈籠 有個三輸七敗月 他現在的祖墳 有很大機會破了風水 那麼破了怎麼辦呢 當然是影響後人 尤其是何君堯 我想他也是政治生命結束 另外一件事就是 網民說 就是他被人刀那顆鏈 他那顆鏈 不知道是左鏈還是右鏈 被人刀了東西之後 他現在只剩下單鏈 當然 單鏈是影響不了生育的 即是 就算高遠只剩下單鏈也可以生育的 但是 跟一個整體的名格風水也有影響 你想想 那個祖墳被人破了風水 捏著就剩下單鏈 那麼這個人 嚴格來說 他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即是風水論 他解釋為何何君堯 倒了下去 這個就是何君堯 他應該是他的運動 走完 即是破了他的法律 他可能要下 要施法 要施法 即是對於那些 中山基 那個居士 司徒法證 不是那個 李居明 口罩的 李居明 忘記說甚麼了 他應該看到 龍珠 增強運 催運 另一件事 說實際一點 另一件事就跟我們有關 為甚麼跟我們有關 因為那些叫做 KOL 那些網上的 藍絲KOL 其實跟我們就不是有關係 因為我們也是KOL 那些藍色的KOL 超越了何君堯 原本當年這個軍事行動的 Facebook直播節目 是很受歡迎的 當時因為那些人沒有東西看 但後來由於這個雨後春筍的關係 大量的藍絲KOL 再加上這個國家級 support 所以 何君堯的市場份額被人擠壓了出來 現在 他基本上十大不入 以及 他已經被人分薄了 攤薄了那個資源 變成 他現在這個位置是可有可無 聽也行 不聽也行 你已經是割底部來了 國家怎麼會再重用你呢 當全體那些藍絲都那麼激進的時候 那你又顯得 無靈兩可激你又不太激了 因為你縮了嘛 你又不敢承認 你承認就不一樣啊 你還是做大哥啊 你又不承認 他當然害怕了 因為被人打了東西嘛 他那天帶隊 結果也是變了掃街 因為你那把火已經關掉了 最重要是他破法啦 他那個祖墳 我覺得很大 很大原因 就是他被人破了法 一個法例 破了的 其實是不行的 還有一個問題 他 開始走壞了 其實中聯辦也很迷信 我想跟大家說一個提示 現在這個新主任 十分之迷信 他們對於這些人 他叫不祥人 什麼叫不祥人 只有一顆靈的 那些 家中的祖墳風水破了 最近開始走壞運 或是沒有老公 就算不看風水也知道你在走壞運 他是特別不敢跟一些 走壞運的人在一起 他怕被你惹到壞了 好像是黃志民那樣 他就覺得黃志民就是你卑鄙 你被你們搞死的 除了被林鄭搞之外 基本上就是你們辦事不力 保護王主任不力 導致他們被鬥低了 那又怎會重複犯這個錯誤那麼蠢呢 所以現在其實是對你們這些不祥人 特別保持距離 你讓我去 慧寧 我也會選過一些新人 不如嘗試選一些 不曾被重用過的KOR 才試試 試試比這班舊電池 這班舊電池很明顯上一次就是徹底出賣王志文 你們完全沒有幫過中聯辦主任去護航 所以接下來 建制派也會有一個大洗派 而他們爭奪這個上位 其實除了有外貌 不要一個那麼爭靈的外表之外 都還要 是一個正常人 不可能是一個不祥人 那些叫做死老公呀 冇仔山那些 其實也是有一個問題 所以這屆業樓很危險 不祥人 不祥人 說真的 全部都是不祥人 沒有一個是不祥人 全部都是不祥人 所以 應該全部換了 我贊成 其實是 你們真的是黑 你們一看就知道 已經黑到脈斗了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